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一個3DDN的物件 它是一把游標卡尺 那這個是我第三把製作的 那有興趣的可以看先前這兩把 好 解釋一下 那它到底能不能用呢 在介紹之前呢 其實它呢 我稍微觀察一下它的結構 它主要呢 是用齒輪呢 來做連動的 它底部的齒輪呢 是沒有作用 是個裝飾用的 那最主要呢 是我用不同顏色印出來的這些齒輪來做帶動的 跟主體做帶動的 那你如果對於說 怎麼去組裝呢 有興趣的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我這個片段 它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組裝的 一開始我也覺得應該不容易組裝 可能需要去參考原設計的圖片 但發現最後好像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組裝起來了 好 那這裡呢 我做了三把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怎麼只有兩把呢 因為 第一把我做的那一把 看起來是非常帥氣的 可是它已經被我玩壞掉了 所以它不在這裡 好 那那一把也是不好用的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介紹的 那這邊呢 我就進入正題 它到底能不能用呢 那在用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它其實這把呢 我覺得它齒輪的傳動是還蠻 算蠻不錯的 以三一列印的物件來講 能夠做到這樣 喔 真的是值得鼓勵的 喔 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它呢 這邊會有一些難免 嗯 我們都知道齒輪它會有齒的間隙嘛 喔 這邊難免都會有 而三一列印它的間隙會再更大一點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好 那我們就實際的量測一下 那目前呢 在這一把還沒出來之前 我覺得我自己設計的這一把齁 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以它來做基準 我們來量一下它的寬度是多少 好的 量測起來是30mm 好 看起來是30點 點多 好 因為它的 公差是0.5 喔 那這邊看起來是 30mm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把 量起來會是多少 好的 來量量看 好 看一下它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清楚 大概也是30mm 但是它有點跑進去 好像量起來是 29 29多 但是多多少是 看不出來的喔 那這個 公差是比較大一點 那這邊呢 有之可知它量測 雖然 雖然說它 你可以量出大概在哪裡 但是在比較細小的地方呢 可能會有一點 因為齒輪這邊有 我搖給它看 齒輪這邊會有一點尖細 所以量測起來 有可能會沒有那麼的精準 喔 以及它 如果上下以外 左右也會有一點尖細 所以 喔 難免 那個 列印的東西難免是會這樣子的 所以它如果 要拿來 真的做 量測的話 我看起來也是沒有那麼適合的 但是我覺得這把還是蠻不錯的 是值得去製作的 因為它這把真的是 是最符合看起來像游標卡詞的那種狀態 雖然它不太能夠用的 好 那這邊呢 如果真的要比較精密一點的 我也蠻推薦我設計的這一把 因為我有考量到尖細的問題喔 這邊螺絲都可以去做調整的 雖然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它非常實用的 那這邊呢 我來總結一下 喔 那這個主體呢 它這邊有一個 齒條 那齒條呢 是它主體上的 不會移動的 那會移動的呢 是上面的齒輪 那齒輪這裡有幾個搭配 看起來好像有 齒數筆的關係 但是 我研究起來發現 它只是做傳動的作用而已 喔 那並沒有一些 齒數筆的關係 因為這邊沒有副表 它不會有指針移動的一些 樹筆關係 那後面這裡呢 會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我看起來呢 是方便去做微調的動作 齁 看起來是 這設計還不錯 因為有時候 在拉的時候會有點卡住 拉不太動的時候 你可以靠這個旋鈕來做移動 但是呢 你在 以實際面來看 你真的在量測的時候 我們一般大目指 會比較在這裡 所以 有時候在做微調 是好像沒有那麼便利 啊 雖然你硬推還是可以的 那這邊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方便 那整體來講 我還是蠻推薦去製作這一把的 雖然它沒有辦法說 真的拿來當量測使用 但是它很適合 如果你非常喜歡工具的 特別是像這種有把卡子 你可以做一把來玩玩看 真的是還蠻不錯 它是真的是可以去玩的 齁是 如果你要拿來做一個模型 齁 來展示的 齁 並不一定是量測用 可能展示用的 就覺得 3D連影 它也能做出像這樣子的 工具的 那是蠻不錯的 或是你對於齒輪的一些結構 非常有興趣的 也蠻適合來印這個 因為它這個 完全就是工業風的 游標卡紙 齒輪歪漏 是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今天的開箱介紹 就到這邊為止 那你如果對於我的 影片以及作品呢 有興趣的人呢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喔 來發表你的言論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其實今天就已經知道了 在做一個記憶 的影片 得到哪一件 我們記得